今天是環島鐵路電氣化的最後一路 南迴鐵路電氣化的全線通車 我们以感恩跟欢喜的心情 一起来首航 铁路的电气化 可以行走更好的列车 包括普悠玛 泰鲁格 以及EMU900 更舒适 也更快速 从高雄到台东省了27分钟 到花莲省了39分钟 而且同样一台列车可以环岛 对往返东部的国人更便利 而且对观光客来讲 可以坐火车游台湾 特别2022年是铁道观光旅游年 在这个时候来通车 台湾的铁路我们也构划了下一个阶段的蓝图 就是环岛的高快速铁路网 西部高铁 东部快点 六小时的生活圈 希望用这个方式 让台湾打造成一个环岛铁路生活圈 跟观光旅游的路线 欢迎大家来试诚